在林口呢 我这边是准备了这个公车 这五年来 尖锋时间的一个班次数的分析 那这边所看到的数字 都是尖锋时间每日 那你们发现一件事 林口的人数一直一直在成长 但是呢我们这九条重要的公车路线 像920是到板桥 然后呢936 937是到原山 那945是到松山机场 946是到内湖 948呢一样是板桥 966是到北车 967是到市府 这九条公车路线你看哦 它每一年的一个变化 现在从111 我举例第一条920好了 它原本有55班车的一个 那个就是班次 结果到113减班了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都有箭头 包含925也减班 936到原山也减班 唯有937它是正班 从111到那个113 是增加了30个班次 那其他都在减班当中 那967到市府站就增加个两班 所以我不太理解 林口的人口数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不要开车 做机械 做公车 但是我们公车数在减少 我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个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人口是在成长 照道理说 是应该公车的量是应该 营业的量是被增加才对嘛 鼓励大家做大通议师 不过每一条路线的状况 是不太一样啦 每一条路线能够 适时的做好调整 该增加就要增加 他该减少就要给他做一个减少 那为什么这几条会减少 这个我请教你回应一下 这几条公车路线 为什么人数会减少 是 跟委员报告 我想在林口地区 公共运输是一直在成长状态 那这个对于这个班次的一个减少 那客运公司有他们一些 这个他们在营运的一些调整 我想这些我们会在都岛 他们有没有按照原来的申请计划 去开辟这个他们应该行使的班次数 那或者是有需求 民众上不了车 那仍然需要加班 他没有加班 这个我们会再来督导 那会不会是因为薪资的问题 还有就是年轻化 大家都不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我想这个都是要通盘检讨 包含一例一休都是这些问题 那如果说像之前我印象中 好像李宇翔议员也提过 我们希望能够有就是所谓的双程巴士 进到高速公路 但是好像陆正式是 双程的行驶高速公路 双程公车行驶高速公路 交通部到目前并没有开放 那是不是要重新做检讨 我想我们再来询问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时代 公共运输一直在提升 那我们在尤其在定期月票 这个推动之后 这个运量一直在上来 那我想这一部分 可不可以扩大运量 同样一个产值比较大 同一个驾驶产值比较大 那这我们来跟交通部再做反应 我对你们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您跟市长 永远是把不可能换为可能 包含当时的1280 像有个1200等等 那也是您开始带头啊 说是领口要1280啊 后来变成1200啊 市长我们就努力看看 如果现在在领口这种特殊的一个区域 进了高速公路 能够有双程的巴士 我想真的是可以解决 很多的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 好这个我们会跟交通部 基地来争取 没有问一下补贴够不够啊 比如说补贴业者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那个票价跟运价之间的差额 是已经由这个市府这边编总预算 市长这边都非常支持 我们一年已经编到三十几亿 那另外还有一个1200的这个月票的 这个补贴呢 那也是由市府这边来做这个补贴 那所以每一个乘客在使用的时候 他有两段的补贴 都是由市府政府来希望 他们大家来支持公共运输 因为我们真的很清楚啦 解决交通除了造桥铺路 我们的所谓的轨道运输 大众运输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这应该的谢谢 努力争取看看 那我们年底会把这个整个问题 做一个盘整 或者做一个检讨 好吧